像我们从电方锅上拆下来的这些报废的传信开关 千万不要把它扔掉 其实呢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使用价值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几个最简单又好用的使用方法 无论是这种传信开关还是这种椭圆形的 其实呢它们都是有很多使用价值的 首先我们第一步呢先把这开关给它先拆开 我们最主要呢就是用开关内部的一些电子元件 拆着开关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两头两侧就这样一撬 就可以把它给撬开 先撬开一侧然后再撬另外一侧 拆开之后呢我们首先呢需要用的就是这个小圆件啊 其实呢在它的内部是有两个电子元件的 我们再把它拆开 让大家呢先看一下就这样一拉就开了 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 这个类似于跟灯泡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奶泡 然后在它的下面还有一个色环电阻 我们主要就是用这个小电子元件 首先呢第一步啊先把 下面这两条线给它先拨出来 给它先拔出来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条 也一样给它先弄出来 上面这两条线分别给它先弄出线头 诶弄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红色的小杖再给它扣上 就这样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啊给它先接一个这样的接线端子 接好之后 下部啊就是需要找一个报废的 呃电线上面的插头 给它剪掉 然后呢我们把它插在这个上面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么简单 这个小工具呢制作好了 呃当我们出去给客户呃维修洗衣机的时候 或者电视机的时候呃假如没有带弯表的情况下 它的强插上有电没电呢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其实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东西 往它强插上面一插 只要看到上面的指示灯亮 就说明啊他家的强插上面是有电的 呃如果不亮呢就说明没有电 呃其实呢像最早的时候 像这个插牌上面用的指示灯 也是用的这种奶泡 我们啊也可以啊 采用第二种方法 可以把这个奶泡拆出来 把它接在这个插牌里面 作为一个插牌的指示灯使用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还有第二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呃一些家用电机上面 有的是没有这样的指示灯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安装到电机上面 来作为一个指示灯使用 也非常的方便 像电水胡乱使用的也是这种 奶泡的指示灯 其实这种指示灯也是非常的耐用的 呃大家呢如果还有更好用的方法 的情况呢可以在评论区说出来 我们啊共同来讨论一下 还行吧 不过这种指示灯的形象